其实这些选手都是来自非洲不同的部落 尤其非洲独特的地理环境 例如肯亚、伊索比亚 这些国家是培养很多国际马拉松选手的国家 就是这些国家很多部落所在的位置 就在海拔2500公尺以上 海拔2500公尺 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发生高山震的海拔高度 所以在这里进行自我训练的选手们 几乎可以被锻炼出强大的心肺功能 您现在看到这个现场是在肯亚、奈洛比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内 所举行的马拉松大赛的现场 不过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因素 就是跑步几乎已经成为在非洲的贫穷地区 唯一一个可以赢得社会地位、声望跟财富的管道 在非洲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还未必找得到工作 更不要说连读书都没有机会的人是更难生存 那么就会选择跑步 在非洲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选择 一个很会跑步的年轻人 他可能大概在15岁或更早的时候 就有机会被淋选进入训练中心进行长跑锻炼 有可能就有机会替自己跟家人赚取丰厚的奖金 而您现在所看到的就是穿着 就会适度地进行分组 会分成男子组、女子组之外 还会有儿童组 因为跑步的确是很多人生存下去的希望 当非洲开始面临现代化以及资本主义的侵袭 跑步对很多贫穷人口来说是唯一赚取收入 累积社会资本的管道 所以只要有机会就是不停地跑 不停地跑 竞赛 速度 生命中的乐趣 跑步是非洲各民族的优势 而且这种运动拥有广大的粉丝 科麦隆是这场路跑赛的主办国 科麦隆路跑大赛是全非洲最具挑战性 最艰难的一场路跑赛 路跑的路线所穿越的就是西非最高的一座山 科麦隆山 这场赛事被称为希望路跑大赛 这场竞赛全程38公里 选手必须在高高低低 蜿蜒远迂回的山路上路跑 这场比赛起源于1995年 第一届举行的地点 就在科麦隆西南方的省份 布韦举行 现在这个乡间小镇已经涌入5万人 都是要来参加比赛的选手 或看比赛的拉拉队 整个过程充满了汗水 让人精疲力竭 带给选手的就是最严酷的挑战 因为这个高山震也有可能会发生 而且随时可能崩落的落石 也可能会严重伤害跑者 不过所有的这些痛苦 都会让最后得到冠军的人 感到更加得来不易 成功的滋味将更加甜美 在这次有超过600人报名 现在已经30岁的Mumbacha Eric 用4小时26分的时间 跑完38公里的山路赢得冠军 抵达终点的这一刻 他更亲吻土地 Eric在今年的4小时26分 已经打破自己在2011年的 4小时29分的记录 已经连续15年参加这场路跑 而今年得到亚军的则是这一位 我从2006年跑过去 所以我明白了岸 即使他们在晚上跑过去 在女子组方面 Lizete Ningalim第一次在这场比赛展露头角 以些为的差距赢过第二名 Yvonne Ngwanya 至于这位Sala Egonge 已经是第七次参赛 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满意 因为她也有七次得奖记录 在这次她不但赢得奖杯 也赢得大约2000美金 也就是大约6万台币的奖金 这位已经有七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训练自己的方式 就是每周至少跑一次 而且是从山下跑到山顶 再跑回来 Sala Egonge 这场比赛由科麦隆健美协会赞助 分组的冠军得主 平均可以得到2万1000美元 也就是大约60万台币的奖金 而且还会有一面金牌 今年两位冠军得主 包括男子组的Eric 还有女子组的Lizete 还分别赢得一张由肯亚航空赞助 可以飞往肯亚首都奈洛比的免费机票 因为冠军得主即将参加今年8月 在肯亚举行的第30届马赛族路跑大赛 这次科麦隆的红十字会 也免费为参赛选手提供所需要的医疗协助 而在这场比赛中 所有的选手都来自科麦隆境内西北地区 没有任何一位其他国家的选手 赢得比赛 其实在路跑赛周边还有文化活动 包括农特产品展售 诗歌迎唱活动 也有艺术展览 歌舞演出 而对于参加路跑的选手来说 比赛不只是比赛而已 尤其在科麦隆这样的国家 只是任何一个人 可以在自己的人生中 放手一搏 很难得可以公平竞争 努力赢得声望跟财富的唯一机会 记者Blas 林博宏 前例报导